天上飞着飞船,地上跑着挖矿车,人们穿着太空服出门,这是一幅2050年火星城的场景 而这一刻的繁荣源自一个令人骄傲的中国驻荣号火星车的探测数据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驻荣号的最新发现 这些发现破解了建设火星城的众多难点 我们要想移居火星,首先要解决的是空气和水的问题 因为有了这两样,人类就能在火星生存下来 火箭能升空,挖矿车能工作 我们已经知道火星上有水,伊犁号通过实验证明能在火星致氧 我国的科学家已经能把二氧化碳转号为电粉 就在前几天,NASA还用50多年前的陈年月让种出了绿植 好像一切都在朝着人类移民火星的方向发展 火星那么大,火星城究竟建在哪呢? 就在这里,驻荣号降落的这片火星土地 火星北半球乌托邦平原,是太阳系中最大的撞击盆地 直径达3300公里,也是火星上最大的平原 大约形成于33.6亿年前 2016年,NASA报告称,乌托邦平原有大量的地下水冰 水储量达1200立方公里 很多科学家都认为这里曾经是火星海洋 因此收集该地区地形地貌图像和深层表层各种数据 对确定这里的历史和最重要的海洋有着重要意义 但以上数据均来自高空卫星的摇杆信息 乌托邦平原究竟啥样,人们的记忆还停留在1976年海盗2号冰冻的早上 该驻荣号出马了 现在的主流学说认为,火星在40亿年前也曾风调雨顺 并且其可能经历过不止一个干湿的循环 也就是说,火星上可能多次出现海洋 在驻荣号的着陆点附近,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科学家从照片中发现 这里厌史表面上的一侧布满了着刻痕迹和沟槽 有的甚至出现了片状纹理 并且通过驻荣号轮子压出的痕迹 推断出着陆点附近火星土壤的物理特性 这些特征很好解释 除了尚未发现的火星人或者火星生物的作用外 只剩下风时和水时 片状纹理有可能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与此同时,天文一号拍摄的卫星图像还显示出几条巨波痕 它们宽数米,由松散沉积物风湿而成 也可能是洪水冲刷出来的红道 驻荣号在着陆区不仅发现了大量水活动迹象 还发现这里有大量水合物 也就是人类可以利用的水 可供未来载人火星探测进行原位资源利用 原位资源指的是火星上能够就地取材的资源 远观和近看完全是两码事 天文一号高空摇杆数据显示 无图邦曾经有水,但挥发了 没有发现含水矿物 中容号用短波红外光谱和导航地形相机 刷新了我们的认知 发现地表一压就脆的硬壳层 富含含水硫酸盐等矿物 它们可能是由地下水上涌带出的 盐类矿物交结盐化形成的 很可能就像地球一样 往下挖几米就能涌出水了 有水,还要有空气,人才能生存 彻底解决班球的原位资源难题 火星的大气主要由二氧化碳组成 并且基准面大气密度 只有地球海平面密度的1% 所以第一不能直接呼吸 第二密度太低,压力太小 我们都知道越低的地方空气密度越大 火星也是如此 这样更容易致氧 减少压缩空气的成本 乌头邦平原正好是个陨石坑低地 其最低点低至基准面8公里 所以在这里利用火星丰富的二氧化碳 质氧或者制作淀粉 都是很好的悬址地 有水,有空气,当然还需要能源 这里远离极地温度高 夏天正午能达到27摄氏度 很适合太阳能发电 太阳能发电,能储存,进储存 多出来的还可以电解水 生成氢气和氧气 为火箭和采矿车提供能源 可以说,乌头邦平原有满足人类移民火星 所需要的一切资源 只要我们的技术能把这些原位资源利用好 开头,2050年的那一幕就不再是梦想 不仅我们,就连国外的很多人 都对祝容号寄予厚望 希望它能继续在火星开展勘探工作 收集更多数据 为人类建设第一座火星城努力